hello大家好,这里是大表哥 今天刚才出现了一小波行情 然后我个人认为后面会有一些操作的机会 然后另外这里今天的视频可能质量不会像前几期那么高 因为我感觉就是有些东西可能紧急的告诉大家 会比剪辑出来再放上去要快一些 那好,我们废话不多说哈 先从这个行情讲起 比特币这边呢,他刚才刚经历了一小波瀑布 然后我们是触及了大概33500这个点 33500这个点之后,他就开始反弹了 那么他反弹这个目前来说他的力度比较弱啊 然后就很多人其实很好奇说 这样的反弹他后面是要怎么走呢 以我个人的经验,反弹无量就是要跌 就是你反弹的力度不够 然后还没有这个买入的量的话 就代表买方其实对于拉升的价 这个拉升价格的意愿没有那么高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 一般来说比较保守的话 还是会继续去看跌的 然后你可以去开一个空单 止损位就在重量的压力位附近 那例如说我这里的话我自己画的这个箱体 它的下部分是34800大概这个位置 那么如果他通过了这个部分 例如说他到35000 那么我肯定就是会去这个止损的 但是呢我的指引位置呢 可能就是例如说这个位置了 因为他这个点啊 这个支撑位跌破之后吧 他下一个点就是在这儿了 大概是31077 这个位置 我可能会例如说在31200 31300这样比较保守的去卖出 那么我这一单的话 如果做成的话 我的盈亏比就大概是3比1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么去用一个做单方法的 其实刚才我聊到这个东西 就是我经常在群里跟朋友们说的 叫S&D 就是S加D supply and demand trading 就是你其实并不是用单纯的一个压力位和支撑位去判断说 哪里买哪里卖 你还要去结合量 例如说哈 我们这个位置的话 他这块的量 相对来说比后面这些位置都比较大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 你看他量是最大的 其实你单纯的看这个量的话 你是无法判断出他这里头大部分的买入点在哪个位置 但是他量比较大的那个位置的底部 往往都是比较难以突破的 这是supply and demand里头 你如果结合量价分析的话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这边对于比特币 还有目前来说大部分的币来说哈 只要是这波下跌 它没有起稳 反弹力度不够 然后量上不来的话 那我们就一律以这个继续下跌来处理 那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去抄底去反弹呢 这个就要说到另一个我常用的RSI指标了 RSI指标同样也要跟量去结合起来 我们现在这根柱子哈 你可以看到他这个量其实并不是很大 所以这里其实并不是一个底 如果大概率去下跌的话 起码是就是他应该是会去在34000 目前这个价位和3100的中下方 就可能例如说是3200左右 再走出一个新的支撑位 或者呢如果跌的再狠一点 可能3100这里达到这个支撑位 那么他能不能跌破3100的话 就完全要看到时候的动能了 动能到时候就是看这个布林通道 他开口大底大概有多少了 那么其实我这里有一点语无伦次吧 因为毕竟这期视频就是单纯的一个闲聊视频 也没有打算做的很干货 不过这里就跟大家随便分享一下 我平常个人就是如果不去做中长线的话 短线的操作一般就是这三个指标 布林通道RSI和这个S加D 那好我们这边就是比特币短暂的行情聊完 然后有人问ETH的话 我们就随便谈谈 ETH的话我这边自己是有画一个很窄的一个生命线 这是我个人认为就是他的动能转换的一个位置 可以看到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这附近盘啊 就说白了这个从技术层面上来看 咱们是没有走出一个相对的一个呃怎么怎么说呢 没有走出一个相对的趋势的呃但是你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就是相对于比特币来说以太坊的表现是要更强势一些的 所以说你现在去空以太坊跟空比特币哪个更胜算大一点呢 我个人认为是比特币吧 那好这边就是短暂的短期行情分析 然后我们再来聊聊中长期有没有变化 首先呢要聊一下我自己经常常用的这个bybit bybit这里我们打开这个options就是期权 我们可以看到528那天平常很多之后 他后面又有几天这个6月3号这块 我上次视频讲这个交呃币圈交易大预警的时候 也是做到6月3号对吧 然后后面之后突然就开了很多仓 那么其实那一批那期视频并没有跌到我想要的这个位置 而且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他后面3200这个位置的这个呃很多 open interest还是没有平 你可以看到这个open interest还是5.54k 你看别的地方的话可能就相对来说open interest要小一些对吧 这里是1.84这里是呃5.54这里是3.74 然后4.2这里就目前来说我们能看到的这个put interest 就是看跌期权里头最高的interest还是集中在3万2这个位置 那么这里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机构他想就是打压到这个下价位以下去进行获利 另外是一种hedging就是风险对冲有可能机构害怕他跌到3万2以下去做一个这种嗯 风险上的对冲这样他跌下去的话他能靠期权正权 那么我个人目前的话觉得他其实两种可能性是5050但是风险对冲的可能性呃可能目前来说他的可能性是慢慢的在在增大的 为什么呢我后边会用这三张图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哈 anyways我们这边继续说回这个期权这边我们看一下下面比较重要的两个时间点一个是6月11号一个是6月25号 我在币圈交易大预警里头已经提过了不过这期视频并不是什么大预警 因为我觉得我做大预警是什么呢我如果觉得这个方向他有80%到90的可能性是对的那我一定做出来 我立刻通知大家然后嗯你如果选择去跟着我的操作思路走的话大概率是会挣到钱的当然了就像我说的80%到90也不是百分之百对吧 所以说这个东西还是要有一定的风险控制在的好说回这个期权上来哈6月11号这天open interest有大概7.96k 然后6月25号这天有将近30k的比特币的这个open interest那么这个跟5月28号那天是可以相比的哈 所以我们要注意到时候的话可能也会有一期交易预警视频出来目前来看的话call open interest是要比put要高很多的 那么这个就是我马上要讲到的一个东西了就是我们最近啊可以发现说我们这个unique entities就是这种比特币的这个holder 它们的这个数量是有跟17年的那个熊出有一个很像的一个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波小反弹这里也是一样有一个小尖尖角上来对不对 当然这边下跌的它更有阻拦一些我个人觉得这里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今年的牛市吧参与的人越来越多了机构也越来越多了 大家对于比特币的这个共识强度也更高了 比特币本身它做一个货币系统其实是不合格的 但是它作为一个价值储存系统它设计的非常完美 所以它其实跟黄金和铜这类的就是半工业产品贵金属是很有相似度的 所以说你们如果拿那些模型来算比特币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盈利度蛮高的这这这其实都可以再拿出来做一期视频了 我现在不能老给自己挖坑感觉挖的坑好多 不过我们这边比特币的话你可以看到说这个unique entities我们这边已经下降了很多了 就是说很多人其实现在是在一个出场的阶段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long term holders 它是正在往一个上走 而且这边我们也明显的看出来这边是一个上一期的1718年的accumulation 在熊市里头的一个增持 那么这边的话是我们现在假如说牛市已经完全走完了 我个人认为已经是完全走完了 当然了这个东西你说百分之百走完了吗 也有大概百分之五百分之十的机会 它还回来对吧 那我们这边beer market也就是熊市这边的话 它其实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很多长期价值投资者他会在此屯币 那这里就要说回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东西了 就是6月25号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call option呢 我个人认为就6月份这段时间里头 它可能会走出一个二次底或者一个新低 就是我在上一期交易大预警里头有提醒过大家的 就是这个23500这个位置有可能是一个我们所谓的一个新低哈 然后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23500这个位置 然后很有可能他会走出一波反弹 这个反弹的位置到什么位置呢 我个人最理想的位置它是到57000 听起来很长久 但是我们首先要穿过42000这个位置 目前来说呢 就是我不知道这波爆拉是什么时候要来 但是以以往熊牛牛熊这个转换来看的话 大概率是会到来的 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 有人在慢慢的囤币 也都是一些长期价值投资者 那么这块的话我们 我个人认为哈 这个月它就是从月初到月中的走势还是以空头为主 但是到月末的话很有可能是以多头为主啊 这说的其实都有点远了 但是我想给大家说的就是说 如果你是玩现货的朋友 我还是保持我第一期 不是第一期啊 5月1719号那期视频里头的观点 我认为你们如果玩现货的话 可以分批进货了已经 然后另一个最后一个图 就是这个图 这个图很有意思啊 这个就是说我们 平常这个比特币的流通市值里头 有多少百分比是由这个长期价值投资者 他们所持有的 有多少是由短期持有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黄色的这个部分啊 就是这个长期价值投资者 他们所拥有的这个比例啊 我们看到这个18年 这个牛市的顶峰 这个值跌到了最低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大量的韭菜散户涌进来 抢这个流通市值 于是这个长期投资者 他的这个市值占比就会降低 就从这块一直到这块 哎 我们就一直在降低 然后呢 他后面又慢慢涨上来了 这块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散户和韭菜出去了 然后把他们的筹码甩给了这种长期投资者 那么他就会一直在上升 那么今年也是一样的哦 从这个牛市开始到现在啊 一直在降低 然后现在又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 那有没有可能他继续会继续上升呢 我个人是认为是可能的 这就这要讲到我个人对比特币的一个见解啊 就我认为比特币 他并不是一个完全去中心化的东西 他这个初衷是好的 但是任何一种想要被社会所认可的主流货币 或者主流投资产品 他必须走一个中心化的一个过程 无论是黄金也好 还是各种什么外汇也好 他们背后都必须有管制 比特币现在就是在走一个打压 然后管制给你上加索的一个过程 然后另一个就是大财团的进入 和这个大部分的这个拥有这个拥有值和这个算力 都跑了一小部分财中财富集中者 这其实有些人觉得 哦这不是就断了这个比特币的翻身之路吗 没错比特币以后相对来说 他的这个涨幅跌幅都会越来越小 但是这对于币圈长期是一个稳定的一个好的事情 对于比特币他的市值也是一个好的事情 长期来看比特币是必然会涨的 只不过是现在这个比特币当前啊 就目前来说 他这个空头的压力非常的大 然后最后啊 我不知道现在能听到这里的还有多少 我突然想到我这边讲了一下这些 然后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完全听懂 没有的话你就评论区给我留言就好了 前段时间其实都知道发生什么了吧 消息面的事情 我这边我怕说完之后 B站这期就传不上去了 我猜可能这期也不一定能传上去 或者传上去也会限流 不过无所谓了 大家如果对于做空有兴趣的话 请去给我上一期这个干货视频 可以去评论一下也好 点个赞也好 就是让这个算法去检测到它 让更多的人看到好吧 然后我这边如果有更多的这个进阶的做空技巧 我会在那期视频达到200赞之后给大家出新的视频的 因为我个人认为哈就目前来说熊市里头这个做空这个能技巧还是要好好的掌握的 然后就是经常有朋友问我说S加D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这边就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好 我刚才其实是想去讲一下15分钟图 但是现在有点懒得画线了 我就拿我这个大的箱体来说吧 就是例如说这里啊 我画的这个箱体 是这个第一波大跌之后它画出来的 所以我后面这边就是中长线做了两波操作 一个是它这个箱体 它日到这个箱体这块的时候 我做了一小波反弹 但是呢很遗憾的是我并没有当时就是进入这个区域的第一根红柱子这里我入场了 但是这里呢被打了一个保护单 保护单是什么 就是说我开仓架上面一点我锁住利润 然后它如果反扑下来代表我的预测可能是错误的 那我就出局锁住利润 然后不要损失 然后很可惜的是它日穿了这个区域之后呢 它后面自己又反弹上来了 那么其实这个说实话挺可惜的 但是这个交易方法我个人认为啊 新手或者说甚至是老手都不要去扛单 你扛单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我以前炒黄金然后炒黄金扛单 最多是一个小时内亏了能有差不多7万人民币吧 我当时人都傻了 所以血痛的教训告诉我们不要扛单 然后这里呢 它这个地方跌破了之后啊 然后它又穿了上来 穿了上来之后本来应该这个地方是一个套牢位 为什么是一个套牢位呢 因为这里我们有看到这个交易量的上升对吧 这里就是我说为什么S加D要跟量价分析一起用起来 我们这里有很多的买入 那么它其实如果突破了这里把套牢盘解放的话 它就应该有一波跟长 那我这里也做的确是做了一波跟长 但是很可惜的是我这个蓝线这块是我的保护线的位置 它后来也是跌穿了 所以我其实也只是盈利的一部分 然后那这里我们下面这个箱体 它就又成为了一个新的一个demand一个zone 然后这里简单的触了一次 它又上来了 上来了之后 我这次学聪明了 因为我上次知道它在这个位置就是最高点之后 我就大概在这个位置出掉了 我没有想到它能突破啊 因为当时我感觉盘面并不强 然后它突破了之后我少转了一点 但是好在是反正是转了嘛 这里其实也是从差不多是36500 吃到差不多39500 3000点也还可以 我平常杠杆不高 所以说3000点对于我来说可能影响不会特别多 然后呢我们这里呢 同样的它在这个位置走出了一个新的位置之后呢 它又往下走 走到这里啊 但是很不幸的是这里日穿了 日穿了我就直接止损了 然后同样的这里突破套牢盘之后 我又跟着进场了一波 然后后面又被打了一波保护 然后这里呢 后面又回来之后 回踩之后 我又做了一波多 然后这里我本来是啊 同样的也在这个位置 我去一个做一个卖出 但它很可惜 它并没有达到那个位置 我就只有只有去报一个 挂一个保护单 挂了保护单之后呢 这里我又出场了 然后这里呢 后面我们又回踩到这里 不过很不幸的是 在这里它震荡了很久 然后我个人的话 如果它震荡超过八个小时以上 如果我是拿四小时的图 就是八个小时啊 你十五分钟 那就震荡三十分钟 好吧 如果它震荡 但是没有量的话 那大概率是不会反弹的 因为你下跌之后 如果多头没有发力 空头也没有发力的情况下 大部分时间 市场是在观望的 而多头为什么不发力 因为它觉得它不便宜啊 这就像你们家门口的苹果 突然跌到了一毛钱 已经你能不去抢吗 你当然去抢啊 为什么你跌到一毛钱 还不要去抢啊 那肯定是因为大家觉得 它还会继续跌了 所以说它如果跌了之后 它这个反弹无力的话 那你就不要去进场 或者你就出场 那我这边就出场 那其实挺可惜的是 这里我 它一开始这个跌破箱体的时候 我并没有去抓住这个机会 因为我当时看到那个15分钟的线的时候 我个人认为 它是会走出一个新的压力位的 但是这个属于判断失误吧 并没有走出一个新的压力位 还是走到了旧的一个压力位上 那么我这波没有 就是做一个短线的反弹 也是挺可惜的 但说实话 其实击白点 你吃与不吃 可能对你的账户都没有什么影响 说实话 只要你别开太大杠杆 对吧 那么其实这里的话 我这边我是刚才在差不多34100这边 大概这个位置 我看到大概震荡了 差不多30多分钟之后 它没有反应之后 我就直接开了一个空 现在的话 我不知道它下面会怎么走 但是我大概率 我觉得它是会跌到这个位置 跌到这个位置之后 我会再反手做一波多 然后我们到时候再看好吧 那好 今天这个就 今天废话好多 不知道能看到最后有多少 我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样的形式 但是我就是看很多博主 他们其实做这个分析什么的 他们都不剪辑 然后可能话说的也更自然一些 我不知道这样大家喜不喜欢 如果不喜欢的话 就在下面告诉我吧 喜欢的话就给我点个赞什么的 然后那好 我们这周的话会出一期关于定投的视频 因为我这边已经说过了嘛 就是有人在慢慢的这个囤币 囤币最好的方法就是定投 那这期视频呢 我现在在写文案 大概是在周四周五或者周六吧 这个时间可能有点宽 但是我尽量在这三天之内给大家出货 好吧 那好 国内的朋友早上好 然后欧美的朋友晚上好 我们这边今天的视频结束了 下期视频再见 下期视频再见